首先我们先练习这一调神器 它的原理就是说 弥法是半音 弥法是半音 所以写的很近 然后它是12等分率 所以1跟2是两个等分 所以我们就把它摆上去 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制作 好,我们写这个用意就是说 你可以让它站在上面 这样你比较好看得到数字 好,然后 D,弥法是8,弥法是8,弥法 然后我们配合讲义第8页的这个 先分组 就是C,F,G是躺平的 好,假设我现在到G楼 就把这个D拿过来 好,那其实这边就很像D,RE,MI 你把它遮起来 其实它就很像D,RE,MI 然后发在这里 因为弥法是半音 所以再把这边都白色键 好,那这样的话 你小密封就会按啊 好,那你现在按的是G和弦 就是等于G大调的小密封 好,那用这样的原理去想别的调也是这样 好,所以那如果问你什么是降A大调 降A大调就是把降A唱D 你就把D放到降A 那降A大调的D 降A和弦就是凹前 降A和弦这样按 好,那降A和弦的D 弥收在这边 好,降A和弦的D RE,MI,F,SO 因为MI,F是半音 所以这两个手指头很近 其他会打开 好,那你用耳朵去听 就可以找到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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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